如意转,凌云这位就如意惨死,临死前一句话,却让如意再冷宫自尽 如意转,凌云这位就如意惨死,临死前一句话,却让如意再冷宫自尽 在如意转这部电视剧中,周迅饰演的如意以及霍建华饰演的乾隆是少有的友情爱的帝后了 前妻两人的感情很要好,如意也就是守着皇上对他的情分过日子,不喜争宠 渐渐地,后宫中其他嫔妃的陷害,导致皇上对如意失去了信任 而如意的身边还出现了一个男人,就是凌云彻,凌云彻虽救过如意的性命,但是在后期,也成为了如意自尽的原因之一 伍妃并 慢慢生后再癡 console and cafes 魏燕原本是凌云彻的初恋情人,但是他心机颇深,野心太大,嫌弃凌云彻官职低, 嫌弃灵云彻官职低,给不来他想要的生活,最后将凌云彻甩了 凌云彻与如意的相识是如意还在冷宫的时候 有人献害将蛇放了进来 如意被毒蛇咬伤了 凌云彻当时也顾不得男女受受不侵了 直接就把如意身体的毒吸了出来 在这之后 魏彦完成了皇后的妃嫔 而凌云彻经过如意的开导 也知道自己不应再对这样的女人心存希望 渐渐明白了自己心里爱的是如意 凌云彻因自己对如意的爱而害了如意 魏彦婉正式利用这个 对皇上说如意和凌云彻之间有奸情 皇上对如意起疑 之后也怀疑起了如意 海蓝为了给如意写清嫌疑 选择刺死凌云彻 凌云彻为了换回如意的清白 也是愿意自己付出生命 如意得知这样的消息急忙赶过去 凌云彻能见到如意最后一面已经很开心了 临死之前对如意说自己是爱她的 只是知道如意的心都是皇上身上 凌云彻为了凌云彻为了如意惨死 可如意最后还是被打入了冷宫 在冷宫的时候 如意想起自己曾经跟皇上的情分 现在已经不在了 而凌云彻对自己倒是很纯粹 想到凌云彻说爱自己的话 如意也在冷宫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些都是原著的情节 具体剧情还是以电视剧为主 比较好的 请不及 Delaware 小便 我愿便 看 我觉得 bu